那我問一下中國的外交 去年2023年我們剛剛講到了 習近平第一個訪華的是小馬可市 但是2024年來最新 華春瑩說了 習近平應習近平邀請 是馬爾蒂夫的這個新總統 要來進行國事訪問 對因為他 剛對印度做了一個 他就是請印度基地離開 所以這個有指標意義 印度洋具有指標意義 因為他本來有印度的基地 那現在他要中立 事實上我覺得東南亞跟 南亞的國家這樣做是合理的 你就是左右逢源 在亞洲 如果是中美之間你也左右逢源 那在南亞你就在中印之間左右逢源 其實這個 這個就表示中國大陸樂見這個趨勢 所以才會首邀 對 首邀 對啦 事實上要注意兩個方面 另外一個是首訪 嗯 首邀跟首訪 所以這個是首邀 我就是來中國的嘛 對 我邀請的嘛 還有一個是外長去哪裡嘛 那外長通常都是先去非洲啦 是 對啦 所以今年要是要這樣看的 因為大家都說嘛 馬爾蒂夫很多人都說 就漂亮的地方嘛 其實它是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 所以呢 我們才會 非常的關注這個官宣訪華 再來呢 最後一題了 來請教一下亮哥 請教一下這個大錢哥 中國力量 福建建大家討論很久了 說即將要海市了 當然福建建有一些 科技 很多專家在評論啦 那這個力將軍是分析啊 他認為呢 福建建有很多的 在技術上呢 其實是超越中國大陸的 當然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都說到 有關能源用電的部分 福建建呢 整艘航母是中央系統控制 雖然說它不是核能 但是它的電可以100%運用 就比福特號強 那大錢哥你認為呢 對啊 對中國大陸來講 這個核子動力的系統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必要 這是未必的 因為你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你有其必要的原因是因為 核子動力攻擊潛艦 它是在海底 它一進去就要潛航 它不希望被抓到 所以最好沒事不要浮上來 所以如果你是有 核子動力的能力的 這個潛艦 攻擊潛艦 你當然可以在海底 一待就待很久 現在中國大陸在這個部分 你說它的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 那就已經有八艘以上了 而且不斷地在增加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為什麼我說中國大陸對於航空母艦 它的核子動力的系統 未必這麼必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跟美國不同 核子動力航空母艦 美國是要什麼巡洋全世界 到處都要去插旗 都要露個臉的 中國大陸它只是守住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 守住自己的這個 這麼長的一個海岸線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時美國的很多官員就嘲笑說 中國大陸的這個不是核子動力 但是其實這意義根本不大 因為它不是美國 它不需要一跑跑個五千公里的外海 外面去惹是生非 所以反而你看到的福建艦 它其實有一些特殊的這個科技 那麼是大家現在正在高度關注的 中壓直流 中壓交流電 彈射系統 譬如說能不能夠讓無人機起降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大家現在在觀察的 我覺得中國大陸的海軍的組合 它其實不僅僅是航空母艦 就航空母艦戰鬥群 它還要搭配巡洋艦 搭配驅逐艦 特別是中國大陸的萬噸大區 其實戰力是很驚人的 對 都是號稱小航母 對 中國大陸的萬噸大區055這種驅逐艦 它隨便上面搭載的獨立的反艦飛彈發射器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一艘上面至少就有112架 所以任何一艘中國大陸的萬噸大區 它可以射出112枚反艦飛彈 112枚 如果到過去我們所看到的在精算說 2、30枚就可以殲滅掉 美國一個航空母艦艦隊了 一艘萬噸大區擺在那裡 它可以殲滅好幾個航空母艦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現在在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大家不難可以看得到 中國大陸不管它的海軍的軍力再多強 它沒有跑到洛杉磯的外海去耀武揚威 它也沒有閒的沒事跑到什麼英國的外海 去肉個臉 搞個自由航行 它都沒有 它所管的就是自己 所以剛才我們在講的 你說南海的問題也好 你說現在的這個西太平洋的問題也好 中國大陸的重心還是放在自己的 這個勢力範圍之內 所以坦白講 這是中國大陸在國際法上 站得住腳的地方 就是不管今天我軍力再怎麼強 我都沒有做過度的 這個遠距離的兵力投射 所以代表我對大家其實是沒有威脅的 我只是要保住我自己 所以從這一點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中國大陸現在的這個軍事在擴張的過程當中 它還是很小心翼翼的拿捏那個糞跡 因為美國現在就想把它塑造成為一個邪惡帝國 然後就是未來全球的公敵 然後有可能侵略到處 就好像美國到處每天去嚇歐洲的國家 說俄羅斯已經會打你的 它現在在做也是同樣的事情 所以它現在正在不斷地塑造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中國大陸很小心翼翼的沒有落入美國的圈套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相信中國大陸的海軍 它以它現在這種下水角的速度 在進行造艦計劃 它未來的海軍一定會到某種程度 但是儘管如此 它也會小心翼翼的不會造成對周遭國家太多的威脅 當然除非你今天惹到它 比如說像剛才我們在講的菲律賓 對你閒的沒事你去惹它幹嘛呢 剛才董哥都已經講了 美國都已經沾個醬油了 做個樣子了 現在紅海比南海更重要 我閒的沒事我幹嘛去惹南海這件事 你菲律賓還閒的沒事要去跟人家去搞 去什麼宣稱設施你的海域 這種就是很無聊的做法 當然除了這種無聊的國家以外 其實中國大陸對於周遭其他的國家 它一直都還是很小心翼翼的拿捏那個分跡 就是不要讓大家感受到 我有軍事上的威脅 我的航母是來威脅你 的確我覺得大謙哥講得非常好 最後兩分鐘我們請大謙哥幫我們總結 你看以前說到航母 大家都覺得就是威脅 但是大謙哥講到一個重點 你看美國在以哈 它的航母去福特號 也是去感覺好像沾醬油 然後就走了這244天的部署 但反觀現在大家關注的 一樣是福字輩的中國大陸的福建艦 如同大謙哥講 可是你看福建艦大家在看的就是它的黑科技 大家沒有在看說福建艦來了 它要威脅到誰 威脅菲律賓嗎 威脅台灣嗎 威脅日本嗎 沒有耶 而且特別是美國當時調福建號 這個航母戰鬥群過去的時候 福建號自己本身有一些問題要解決 福特號有一些問題要解決 所以你後來看到它不只只有福特號 它又再調了另外一個航空母艦戰鬥群過去支援 那麼它其實就是為了威嚇伊朗 那麼我覺得今天中國大陸跟美國扮演一個不同的角色 從這點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不是老八國 但是中國大陸在走的就是我們過去那種歷史書 我們所看到的王道的路線 美國在幹的就是霸道的行為 所以中國大陸試圖要告訴大家說 我不會對於區域的安全造成威脅 甚至我要扮演一個區域穩定的力量 就好像我們現在看到它在緬北所扮演的角色 它還是積極的在促成緬甸的內戰 能夠停火 那如果今天中國大陸能夠扮演這樣的角色 它能夠把這個世界各地很多 原本莫名其妙敵對的這些勢力 能夠讓這些地區帶來和平的話 當然中國大陸跟美國在這一段期間的表現 在國際社會的形象 是一定會有很大的這個反差的 所以當美國 大家看到美國被這個猶太人綁架 當美國這個做事 納坦亞胡政府不斷地去屠殺巴勒斯坦的民眾 而中國大陸在做的是什麼 它試圖讓局勢穩定 它試圖在實現真正的國際正義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 不要說誰想爭霸誰 光是美國現在的表現大概很難爭霸了 高下立判啦 大家有眼睛 大家自己都會看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為難題 NC 離譊 走了 装屁 by bwd6